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我們回到第二節的對話韓日 韓先生我們又講講台灣選舉 很感謝你接受邀請 我們遲兩個星期一起雙雙去高雄 究竟看看國民黨的韓國瑜 為什麼不單止翻轉高雄 其實他這次的政治力量爆發出來 連整個民進黨的根本都動搖了 你怎麼看這次會有這樣的奇蹟出現呢 民進黨基本是傾全黨之力 去高雄打韓國瑜 韓國瑜我認為 能夠將選戰 以他的力量 人物的資源 將選戰能夠打成這樣 打到現在 無論輸贏 他都算贏了 實際上市長這個位置 做不做得到 這已經是靈外計 照目前這樣看 如果正正經經地打 他幾乎是差不多贏了 如果不是這樣 不是有那麼大的優勢 也不用搞到 蔡英文也要自己走 是啊 隔幾天就要去高雄走一轉 所以 如果正正經經地打 就 差不多收到拿來 如探狼取物 但是 民進黨就素來 跟你正正經經地打 典型的一仗 就是陳水編的兩顆子彈 你不能夠保證 不會再出這些東西 這次 因為畢竟 高雄 他對於民進黨來說 是什麼地位 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 首先是南部 南部的 核心 還是經濟上的 大城市 民進黨在那裡經營了那麼久 竟然這次 被人打得那麼慘 這個對他們來說 絕難接受 只能夠 出鼓劃 民進黨有什麼鼓劃 現在我們想不到 如果我想到就 奇才來的 網上已經有很多的說法了 有很多的 所謂猜想 其中有人就說 陳其邁 因某種原因 受傷或者被襲擊 甚至要流血入院 這種可能性是絕對有的 不過 我認為 如果要出 民進黨的天才 在這方面的天才有很多 我們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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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出來的時候才知道 原來這樣也行 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呢 大家都覺得很奇怪 我認為這個 不是絕對 很出乎人意料之外 主要就是 經濟搞不好 是吧 你就沒有辦法 我想 高雄在全台灣 所有比較大的城市裡面 這些基本建設 應該是最差的 新的園區建得很美 但是 很多的 舊的地方 落海的地方 就沒有發展了 你就賣了一塊 現在問題是 你要將 陳其邁選入市政府 選上市長這個位 那些選票不是來自新園區的 他們是來自原來的舊城中心的 那些居民的 所以 現在 中國人也是 比較衝動的 他們不想太多的東西 譬如今次兩個選 一般的選民不想 你韓國瑜做了 就真的怎樣 是吧 他不理會這件事 他就認為 我就換個人 看看 會的黨 是呀 至於做得好還是壞 試過才知道 是吧 他就不跟你想太多的東西 所以他這次的 人氣這麼高 那些東西 完全就是 大家 一人一點 一人一點 把他的人氣 推上去 推到現在 民進行老實說 我認為任你 如果你正正經經出什麼 都已經太遲了 除非你就出那些 我們想不到的 非常之遲 是的 這樣看 韓國瑜雖然現在就避談 這些所謂 政治意識形態 但是他的 所謂的發展經濟主軸 其實就是有一個潛台詞 就是他一定要跟大陸搞好關係 那他就 九二共識 他就避不開 他一定會承認的了 那對於北京來說 韓國瑜的當選 其實對 北京 兩岸政策 你覺得 會有什麼影響 有新的東西 我認為有新的東西 首先就是 傳統的國民黨 現在大陸 北京基本上對他們來說 是不存什麼 大的期望 是吧 首先 第一 就算你選到國民黨 選到 你做回總統 你都是好像 馬英九 最多就 好像馬英九 你不會跟他談 北京 統一 如果 林秀柱 熊秀柱 如果熊秀柱 成功了 或者他會談 也不一定 但是他肯定 不會成功 所以國民黨 在 國家統一方面 我認為北京對他們 已經沒有什麼 很大的期望 只不過就是 他國民黨做了 好像馬英九 我們可以 北京可以 暫時放下他 不用經常看著他 不用經常罵他 是吧 是吧 如果是繼續 民進黨 更慘了 是吧 有些擔心 隨時準備要 用武力 是吧 但是 韓國預造 做了 高雄市長 甚至有些 做了國民黨 做了台灣的總統 但是 北京就比較放心 為什麼呢 他不說政治 他不跟你說政治 只是說經濟 沒錯 我們承認了跟你 九二共識 那就行 這是北京的底線 是吧 是吧 這樣的時候 就是一個比較 一股比較新的力量 問題是 韓國瑜 做不做得到 第三勢力 或者比較偏向 稍微有一點 一 偏向的第三勢力 但不能夠成功 我認為 不行 始終都是 現在台灣 始終都是 不是民進黨 就是國民黨 但是有些聲音就說 韓國瑜的成功 就證明這些國民黨 這些元老級的 這些老人 就應該要退了 因為 根本韓國瑜下去 什麼都沒有 錢又沒有給他 人又沒有給他 是吧 幾個月沒有薪出 還要睡在黨部辦公室裏面 他沒有欠你 國民黨也有今天 那你國民黨 將來還有什麼 有什麼價值呢 國民黨基本上就是 根本沒有什麼希望的了 你只要 這班人 基本上就不會有希望的了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思想又保守了 是吧 再加上原來那種 比較腐朽的結構 根本不能夠適應新的時代的這種結構 這種權力的分配 等等等等的東西 根本是跟時代脫節了 沒得說的 只不過現在是靠吃老本而已 現在的問題在於 就是你新的那些力量 能不能夠改造國民黨呢 我認為就是 連紅收儲 這樣的人 都不能夠改造國民黨 那還有誰呢 韓國瑜 還得人害怕 還得人害怕 那些元老害怕 只要那些元老不願意 不寧願 把權力交出來 國民黨基本上沒有希望 但是 好像 連傳的兒子 連聖文 連聖文 基本上 現在 在黨內也不太行 官二代也不太行 但是你看看北京 北京就是官二代很行 是吧 那麼 你怨什麼呢 怨第一就是 那些 官一代 一手遮天遮住你 不讓你出來 第二就是 願官二代不爭氣 自己 搞不定 既然是這樣的 所以 國民黨基本上 北京就不會太 寄予期望 好 那我們今天節目時間 差不多到這裡 但是再過一個星期 我們就要在高雄見面 那麼我們 今次的做法 其實 都是用一種 我們都是 叫做 局外人 但是他親身去這個 最火辣的競選現場那裏 做一些我們的觀察 亦都會跟一些 當地的民眾 直接的一些 採訪 我們不是去 好像傳統媒體那樣做 我們去 追逐那些 政治人物 因為那些政治人物的 政見 周圍都可以看了 但是實際 一般市民的感受 是怎樣呢 透過 韓仁 我 和國語台的 我們的評論員 我們的前總監 湯寧 我們三個人 就在高雄那裏 和大家 每天 去發掘一些 高雄 和政治的 生態 以至全台灣 一個 民心的轉變 是怎樣呢 會和大家再談的 好 請大家 留意收聽 好 今天節目時間 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次 對華為人 再會 過了呀 出發